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难的债务整理 但是我要开始进行这一段之前 我先要跟大家做一个 也不是结论 就是说 我们上次从债权的评估 他所做的会计处理 我们去得到 从他的一个做的处理方式里头 我会告诉你几个结论出来 但是记得 我不需要你去背他 像课本上面里面很多呢 我为什么说你一定从分路去想 我说如果你是折价发行 我要贪销他我要写在代方 我的对方 接方科目就是利息费用 所以我折价发行所承认的利息费用 是高于票面上面的利息的 那溢价刚好是相反 所以我不要你去背他 那我这次的考试里面有很多说 那你贪销的金额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等等的 其实你从你的分路里头 那你只要知道说他怎么写的 那你就可以去推 他会怎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不要你去背他 你只要知道某一个点之后 你其他的东西你都是什么 可以去推理出来的 只要你懂得这个逻辑 你一定可以推理出来 好 我们上次讲过债权的部分 那上次我们记得吗 就说课本上面举的例子 他经过了一年之后 比如说他X5年借了钱给人家 X6年呢 这个债务人就没有 还没有按照规定服务利息 可是他评估的结果 他这个利息是会还 而且但是呢 未来还的利息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才会去算什么 债权减损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的债权减损 第一个你要知道 我们承认的是我 我把未来会收到的利息 都当作是我收回 我的本金的部分而已 所以我收到的金额 没有超过我原来去做 评估的时候的账面金额的时候 我都不承认有利息收入 这个观念你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上次有的同学问我 比如说我记得那个例子是 我借的是200万 然后呢到X6年底 还有10万块的利息 所以X6年底的时候 我的债权的总金额是210万 那未来他还的金额 所以未来如果他没有还的金额 没有超过210万之前 他的现金哦 没有超过210万之前 我都不承认利息收入 所以上次有同学问我说 如果最后的金额 我要是还220万呢 好多出来那10万 我就承认什么 利息收入 我那时候讲其他收入 那你也可以把它承认为利息收入 至少那时候 你就可以承认收入 这样还没有还超过210万之前 我都当作是还本 所以我都没有用收入来认列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 大家在做的时候 就做完之后 你要自己去沉淀一下去想一下 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 好那他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的逻辑在哪里 也就是说人家欠我200万 在未来的时间点 好可能他未来会还我 还没有超过200万之前 我都不承认我有收入 我只认为我借他的钱收回来而已 没有收入 不是revenue 所以你要想想看 不是revenue的影响是什么 他就不会跑到你的损益表 不会跑到你的损益表 就不会产生什么 就不会所得税的问题 我借人家钱 我怎么还要扣税呢 因为如果是你的收入的话 你要缴税合理 我有赚钱我缴税 可是我借人家钱 我先只收回我的本金 因为未来 对于我能不能收到钱 我是有严重的不确定性的话 那我就等收到钱 我再承认收入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是你要想清楚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 我借给人家200万 我该收的利息 如果我现在认为 他可能没有办法 如其付我利息的话 那我收到的钱 我都先当做是我的本金收回 然后未来 然后未来 我如果收到的钱超过 我那时候评估认为 可能 可能收不 那个 可能的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收回来 那时候的账面金额有超过 我才承认收入 好 所以这个概念呢 如果 我们 可能第一次讨完事以后 我们会 我们会讲那个 收入的认列 收入认列里头 我们有个分期付款 销货的收入认列 那可能 这个 跟这个观念有点像 好 也就是说分期付款 如果我正常的情况下 不是 就是说我 虽然我是分期付款 但是我认为买办会 按照我们约定的 付款方式付 那这样我可以 卖的时候 我就可以承认销货收入 但是如果我认为 我现在卖给他了 但是我对于他未来能不能收到 有没有按照 约定好的方式去付款 我有重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收到钱 我都当做是什么 我的成本回收而已 我都不承认收入 因为你如果承认收入 就变成是你的什么 所 损益表的科目 你损益表的科目 你最后 这个算出来 如果你有 你有净利 你叫缴税 可是你到底到时候 是不是会收到钱 你是不确定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我在这种情形之下 是可以不认 不必承认收入 因为我就可以不用缴税 好 好 这个是你要先搞清楚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 我们之前是债权人 前面讲的个例子 是债权人 自己的评估 我认为 可能未来我会收不到 那么多钱 好 所以我继续做我的 债权评估来的 好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是 另外一种情形 之前我认为 是债权人评估 但是债务人自己认为 他 会还钱 好 他并没有自己觉得 他有困难 要去做一些什么 跟债权人去协商的问题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 我们之前再回过头来讲一下 我说我们上次讲的是 债权人的立场 但是债务人没有觉得 他有需要还款的问题 然后要去跟债权人协商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这个是债务人 自己认为 他为了要还款 可能会有问题 有疑虑 所以我现在去找债权人去协商 那找债权人协商 可以避免什么 可以避免呢 债权人呢 因为 最近不是高铁的案子 吵得很 很热烈嘛 就是 所谓的高铁的采改案 因为高铁呢 他有 这个 该还的利息 该还的利息 我们不是讲说 你该还的利息 你跟人家欠钱欠债 然后里面按照原来的规定 约定的方式去 付利息的话 或还本金 我如果是分期的话 还部分的本金的话 那债权人 可以主张 这个债务到期 那债务到期的意思是什么 那就是要求债务人 就要什么 全部还款 如果你不还 你说我没办法还 好 那我就到法院里头去申请什么 清算 好 所以这是两个 就比较会严重的 那你如果到了清算 那可能什么 那个 那个 法院如果强制执行 你就一定要拍卖你的资产啊 好 就一定 你可能就得关门 那如果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我希望还没有 债权人呢 还没有去到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之前 我先去跟他坐下来好好谈 好 我是有诚意还你钱的 但是我现在是有困难的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呢 如果你真的去清算的话 我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 因为我所有的资产都是抵押了 可是如果你让我慢慢退还的话 又可以喘口气的时间的话 你可能是什么 可以拿回一部分 好可以拿回一部分 那甚至呢 如果我们的条件是 我们也看大家怎么协商 那有可能跟你讲的是说 如果经过了两年之后 三年之后 我的财务营运 这个状况稳健了 那稳定下来了 我可以还的钱更多了 那也有可能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针对 这种财务困难 债务整理的 会计处理来解释 所以我先讲 我们前面是 债权人自己去评估的 好 债权人自己去评估 我的债权可能收不回来 我去做的处理 做的会计记录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是 就是 债务人 主动出来找 债权人协商 然后 债务人 当然就是以为什么 他有财务困难的问题 好 所以他就来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就是 财务困难 财务困难 债务整理 好 这是我们现在要谈的 562页 好 562页 财务困难的 债务协商 好 那我已经讲了 这个东西一定是什么 债务人 有主动去找 债权人的协商 我已经刚讲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债务 债务人没有按照他们 当时候 这个借款的合约去执行的话 债权也可以去法院 要求强制执行的 强制去把它清算掉 然后来偿还债权人的 债务的 好 但是这样一处理的话 可能会导致 这个债务人就什么 就真的完蛋了 就是他整个会被强制执行 强制清算 所以他就会 必须关门 那对于债权人来讲 可能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能够收回的 一定是一小部分的债权而已 所以呢 债务人呢 如果他认为 他未来其实是 他很想继续经营下去的 他就会找债权人来协商 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说的 财务困难是指 债务人财务困难 而且通常 这个财务困难的 债务整理或者 债务协商一定是什么 债务人主动提起的 所以现在做的时候 债权人跟债务人都要做 因为是债务人主动提起 那我们前面讲的 债权的部分呢 债权减损的部分 是债权人自己去评估的 债务人并没有认为 他有还不起钱的问题啊 好 所以那个地方 我们都没有去想 债务人要怎么做 好 那我们这边要谈的是 债务人因为认为 他这个有还款的问题 然后呢 他跟债权人 他邀请债权人去做 这件事协商 所以债务人跟债权人 同时都要做会计处理 只是他做同时都要做会计处理 就是有两个处理的 金额可能不见得一样 好 不见得一样 我们会来看一下 好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呢 他的债务整理的方式有几种 好 一种就是 好 我欠你一百万对不对 我有一部 这个已经开了二十年的 被子的车子 我跟你底要不要 好 那债务人 债权人想说 那这你欠我的一百万 如果我不把这个车子二手 虽然开了二十年的车 拿来底的话 我可能什么都没有 好 那债务 债权人同意 那就一次 赢获两气 好 债权人就收到这部车子 把他的一百万的债权充掉 然后他收到这部车子 他要入账 充到他的债权 好 他的应收什么款 那 这个公司 他这个 汽车 就是这个资产的公领价值 跟这个债权的账命价值 中间的差 他就是什么 冲他的背底呆账 或者是你承认债权损失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债权的处理的时候一样 你有两种方式嘛 一种就是承认债权的减损 债权减损 要不然就是承认什么 背底呆账 所以一样的 好 我现在讲有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什么 我拿资产 债务人拿他的资产去 抵他的负债 那你既然是财务困难 你一定要知道说 他既然财务困难 表示他拿这个资产去抵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 这个资产的价值是低于这个债权 对债权人来讲 这个债权对债务人来讲 是债务的账面金额的 所以他才会有 才是叫财务困难嘛 如果我这个资产 你可以卖掉的金额 远大于我的债权金额 我干嘛要这样子处理呢 我就把我的这辆Benz的车 卖掉拿到120万去换100万 我还手上多了20万的现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的 这里所谓的财务困难的债务整理 因为你只要是这个前提之下 你已经知道 对债权人来讲 他的债权一定有发生的几个 因为债务人困难嘛 财务困难 那对于债务人来讲 既然是财务困难 那一定是什么 对债务人来讲是有利 我拿比较低价值的资产 去抵我的负债 对他来讲当然是有利 好 只是他的会计处理是 他要先 他的会计处理就是把 这个资产基因要什么 储务 因为他要转给债权人 所以他的资产要储务 就回到我们资产的会计处理一样 储分的时候一样 我储分当年为止的账面金额 跟我储分当时的公允价值中间的差 来承认我的储分损益 好 那我的公允价值 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 跟我的债权中间的差 是我的什么 债权整理利益 一定是有利益啊 因为我刚讲了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卖120万 我干嘛抵100万的债呢 所以我这个东西的公允价值 一定没那么高 那我去跟债权人去谈了以后 他愿意让我抵 所以只要是财务困难 99% 好 为了我们会看到一些例子 他都是跟他 对债务人都是有利的 所以他就会整理 承认了债务整理利益 好 这个我们先去 接下来看那个 他的例子 那第一种情绪是拿资产去还负债 那债权人债务人 我们先接下来讲的 债权人债务人都要做哦 好 第二个是 他 发行权益证券 比如说呢 这个 呃 债务人说 那我原来欠你的负债呢 然后我发我的公司股票给你 好 那也可以 那我债权 可不可以 那债权人同意就好了啦 那债权人也是觉得 这样做的话 也许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 他也同意了 那也可以 好 所以他这种是 拿债 他的权益证券去 去交换他的负债 那一样啊 我发行的权益证券的公允价值 跟我负债的负债价值 中间的差 来承认我的什么 债务整理利益 那对债权来讲一定是不利 我说了 我们现在在讲的都是什么 财务困难的债务整理 所以一定是对债务人是有利的 对债权一定是不利的 那因为一定是债务人 他的股票的市价远低于 不知道有没有远低 就一定是低于 这个负债的账面金额 好 或者是债权 债务权人来讲的 债权的账面金额 所以他一定产生债权损失 或者是你冲背底呆账也可以 好 这是第二种情形 那这种都很简单 也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次就完成了 一次 我就是跟债权人斜下那个时间点 交易分路做完就结束了 因为我把资产给他 好 你获两弃 我也赞美欠你了 我发行股票给你 抵我的负债 好 我股票给你了 好那负债也没了 以后你就是看 你只有我公司股东 你就看我也没有发放股利 那些而已 那了不起你就落钱 我的股票如果有市价 就是有 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话 你就把它卖掉 就这样 那跟债务人本身的账 就没关系了 那么要谈 所以这前面两种的处理方式 都很容易 都比较好做 因为什么 就只有债务协商那一个时间点 处理完了就完了 第三种情形就比较麻烦 我修改我的债务条件 好本来我这个负债呢 明年到期 利率是10% 但是我现在呢 因为我眼前我最近困难了嘛 我已经有两年的利息没付 所以我跟债权协商说 你让我债呢 延长五年 好明年要到期再延长 延长到现在开始赚五年 那我原来的票面利率 给原来谈好的利率是10% 我现在谈了5% 或者是3%都可以 看双方怎么谈 那如果债权人同意 那这个交易就成立了 那比较麻烦的是 这个交易成立之后呢 他要做的会计处理 不是这个债务协商 这个时间点而已 而是未来的五年 他的会计处理都会有相关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 因为他的 他的会计处理的延续性 就是在这个债务 你延长多久 就会继续要去做他的处理 好会计的记录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我们看一下 我的财务困难的债务协商 大概有这几种情形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课本上面 的例子 看一下事例16 好顶峰公司呢 基欠新洋公司呢 票据一纸 面额是2000万 到期日为一 差一年的年初 另外基欠的300万的利息 好那因为顶峰公司 财务困难 没有办法再到期日 偿还本金跟利息 所以在差一年初的时候 就进行债务整理 那顶峰公司呢 以设备一套 而且发行 100万的普通股 来抵偿全部的债务 那知道呢 这个债 设备的成本是1200万 累计着就是400万 然后公允价值是500万 普通股面值10块钱 然后公允价值 就是他的市价是13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清阳公司跟顶峰公司 他的会计处理 好所以他这个例子呢 就把他发行 权益证券跟用资产的这个抵债呢 一次就把这个例子讲完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顶峰公司怎么处理 好顶峰公司呢 我这个资产 既然我要还这个债 他已经告诉我 我这个债是多少 我这个负债的 账面金额是多少 2300万 因为已经到到期日了 好 所以呢 我的债在差一年初的 这个账上的负债的金额是2300万 那我现在做了 就是给他资产 好 给他一套我的设备 然后发行100万股的 100万股的普通股去抵我的债 那就完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第一个 我们资产处理 资产处理先去算 既然我这个资产交给新阳公司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设备 从我的账上冲掉 他说设备原来账上的金额是 那个原始成本1200万 那我已经提到的累积折旧 因为它是在年初嘛 所以表示 上个年度的提的折旧 税格叫起来 也不用再提 好 有多少 400万 好 400万 所以累积折旧冲掉 所以我这个时候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800万嘛 对不对 1200万减掉我的累积折旧400万 所以我有800万的账面价值 但它的公余价值就500万而已 所以我产生了什么 处分损失啊 账面价值有800万 但是公余价值就500万 所以我产生了损失 好 那因为是资产 我们把它叫做处分 资产损失 好 处分损失 有300万 好 所以我们先把相关的科目先写下来 好 那我们另外呢 又发行了普通股 好 我发行普通股 我发行普通股发行多少 100万股 面价值是 10块钱 所以100万很相当什么 1000 1000万 那因为当时候呢 我的普通股溢价 因为它说市价多少 13块 资本公斤 好 所以呢 13块乘上 3块钱 13块里头 3块是溢价 3块乘100万股 所以是300万 那我还的是什么 我现在把我的资产 因为这个资产呢 有它的处分损益 因为账面金额跟公余价值 你决定出你的处分损益出来 好 那我做这件事情是什么 我清偿我的负债 那我的负债呢 这张是什么 票据 好 所以我有一张 应付票据 但是因为它没有告诉我 这张票据是不是借款来的 看一下 它只是机械而已 我不知道这张票据是 是什么 所以我先写应付票据就好了 好 2000万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应该 它这边讲说我还有应付利息 300万 好 我把坑部都写上去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借贷平衡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知道 我没有财务整理利益 借务整理利益 你可以看我的借方呢 有3000万 借方有3000万 我的贷方呢 是2500万 所以我有500万 所以我有500万的什么 借务整理利益 我从分路上可以找出来 我从分路上可以找出来 另外一个我也可以想 好 我现在的负债是2300万 那我拿什么去还 第一个 第一个 我的资产 它的市供应价值就500万 所以我付 拿资产的供应价值还了500万 另外我又发行的普通股 100万股 然后供应价值13块 所以我的股票的市价多少 1300万 好等于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欠了2300万 我拿了1800万去还 所以我什么 我是不是 少付500万的价值 就欠偿要2300万 所以是不是也是从分路上面 我也可以用算式里头 可以算出来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 这是两种计算 两种的一个推的方式都可以 好 那这是一种比较简单一点的 因为这个例子呢 是我这个 差 差一年一月要做完之后 顶峰公司就没他的事情了 就完了 这个债2300万就是从此以后 就跟他无关了 因为他已经清场完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就那个 新娘公司 债权人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例子是 债权人也要做 所以债权人的例子呢 是 他拿到什么 他拿到机器设备 对这个设备呢 对这个设备呢 其实对他来讲 我们要去看一下 如果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金融公司 这个生产设备对他没有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叫设备 因为设备会跑到哪里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因为他营业使用的才可以把他什么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讲说 如果你是列为固定资产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这些 那所以基本上他如果再分类的话 他就是什么 带储出售设备 好 那就是一个资产科目 好 那我入账的金额就是什么 因为他的公民价值500万 好 那我另外拿到什么 拿到 看你是写 带备供出售 因为你拿到的这个100万的股票呢 其实基本上你可能不会是长期投资 不会是对他有什么控制力的 所以通常我们可能会叫做被公出售 金融资产 当然你也可以交代交易目的啊 交易目的的话就是持有的时间 六个月之内 就比较短的时间了 好 那我这个资产呢 100万的价值是多少 1300万 好 那我拿到这些东西 我的损失的是什么 我 我 我的代价是什么 好 就是我的应收票据 面值是200 2000万 还有一个应收利息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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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说了这个新杨公司呢 并没有为这个去承认他的呃呃呆账费用 所以我直接冲什么 承认我的债权减损 应该是什么 债权回收损失好了 500万 就这样 所以这个课本应该跟他一样 这跟课本上面写的完全一样 他是债权整理损失 那我写债权回收损失 可以 这样看懂吗 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比较麻烦的是 我修改了我的债务的条件 这个地方你可能要用力去听了 因为 对于债权人来讲 债权人来讲是一定有损失 这比较简单 那对于债权人来讲 我修改任何的条件 对他来讲就是被动的 所以我都在想说 好假设他现在说 我像这个例子好了 我现在欠你2300万 对不对 好那我跟你讲说 好未来呢 五年之后我就还你2300万 这段中 我每一年付你1%的利息 好 那对于债权人来讲 假设现在的利率是5%好了 那我现在是被动是不得已 就我现在 如果我现在跟人家 我借钱给人家 我可以收5%的利息的 这样因为你财务困难 所以我现在让你只收1%的利息 所以我要 我一样 你又把他想成公司债的 发行价格的计算一样 我要算说 我每一年收到这1%的利息 债我原始利率 原始债权人借给债务人的利率 去算他的当作他的折现值来算 那值现在多少 好 只要他的金额 绝大部分他的金额 折现值应该是会小于他的2300万 所以他一定有什么 债权整理损失 他一定有损失 好 那对于债务困难 这是债权一定会有损失 只是他你怎么承认 你要记得 今天债权是被动式的 被动式的 被他要求说 我只能付你1%的利息 你要不要 如果你要 那我们就成交 如果没有 好 你一定要我付5%的利息 我就是跟你说 要钱没钱 要命一条 就这样 债权人要你的命干嘛呢 所以他当然 有时候呢 就是 常常会讲说 你要让银行 听你的 要怎么样让银行听你的 你借钱借的够多 他很怕你倒 因为你倒 他马上钱都收不回来 所以你要是说 我欠的够多 然后呢 你的协商的权利就在你手上 我记得当时候 大概好几年前 还没有去用海啸 这边还没到97年 大概95年那时候 我就有一次 忘记哪一家 好像化工公司吧 高雄某家化工公司 但他因为借的金额也很大 好 那借到那个银行呢 说假设那时候利率还蛮高的5% 好 那银行说 那因为那个 因为你借的金额比较大 大客户嘛 就给你少一点 可是你已经是收不回 就已经 他已经是 5%的利息已经是 积签很多年了 但是银行也不敢强制执行 因为一强制执行 他可能 这家公司就让他倒了 倒了银行 可能收回的金额就很少 好 会损失很大 所以他就 然后这家公司也还不至于说 他没有营业能力啊 他还有营运的能力 所以就跟他讨协商 然后银行呢 说那我给你3%的利息 然后呢 最后就是后来呢 这个公司自己调整 他就算他一点多的利息给他 那银行也只能吃了 也只能怎样 也不能怎样啊 所以我说 你要让银行 你要能够掌控银行 你就是借的 银行借钱借的够多 银行就只能听你的 好 这是那时候看到的一则新 我觉得是挺讽刺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谈一下 这是 我们现在讲 如果是你是 修改债务条件 那你要处理的事情 就连缘不绝 就是要到整个债务结束才算 那对于债权来讲 我说了 对他来讲 我未来会收到的 现金的折现值 是用我原始借给他的利率去算的 折现 那个折现值 好 所以原始利率当作是他的折现率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债权人 好 那我们要债务人 刚才讲债务人 债权人了 债权一定有损失 但是对债务人来讲 他可不可以承认利益呢 那我们 第一个我们要先看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债务的修法 有没有产生 重大差异 如果有产生重大差异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承认我的债务整理利益 如果没有产生重大差异 他原始上是不可以 明明你是财务困难去做的协商 对债务人一定有利 但是你可能就不能承认你的什么 整理利益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条件是什么 什么叫做重大差异 你怎么去决定他的重大差异 也就是说 我把债务人把 未来要付现金的折现 用什么 用原始的利率去折现 算出来的金额如果小于 现在债务的账面金额的90% 那就有重大差异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欠人价1000万 那我的条件未来还给他 只要还850万 是小于850万的折现 就是现在的折现出来 是850万的话 那我是不是超过了 就是远低于他的1000万的10% 所以就是我未来要债务的金额的差额 一定比现在的负债少了10% 这个时候就属于重大差异 好 那有重大差异 我就可以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那我怎么承认呢 那我在承认债务整理利益的时候 是两个阶段 我第一个阶段要先去决定出来 他有没有重大差异 好 那我决定重大差异是 拿我未来要付现金的 来算折现值 那他的折现率是1 当时候 就是原始借款的利率来当作是折现值 那如果先算出来有重大差异之后 我要决定我的债务整理利益 那这个利益我怎么算呢 就拿未来要支付现金的金额 依我跟他做债务协商的当时候的市场有效利率来算他的折现值 然后来决这两个中间的差才是我的债务整理利益 所以这个地方是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就像我这个观念就跟我们在做资产交换 有没有实质差异一样 有没有商业实质 如果具有商业实质 那我可以承认损益 不具有商业实质 我不承认损益 市场交换的损益 所以一样的 我们先 只是他比较麻烦是 我先决定出来 他有没有重大差异 有重大差异 我可以承认 我的债务整理利益 但是我的债务整理利益呢 怎么决定出来 不是依他原来的原始借款利率 而是我债务修改那时候的有效利率 来跟我的债务的账面金的中间的差 来决定出我的什么 债务整理利益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好 那当然这边还要先讲一下 如果我协商 有一些成本发生 那协商的成本 就当做你什么 还掉你的部分的债 就是说本来我欠人家是一千万 因为找人家在协商 那我花了十万块 所以我现在的债务的账面金额 欠的金额就九百九十万 而不是一千万 好 所以这个债务协商的成本 是当做你还债的这个金额 好 我们看一下 事例时期 好 事例时期呢 他就举的是修改债务条件 他说例行公司呢 对永南公司的应付票据 面额六百万利率百分之八 那这个百分之八呢 是相当于当时候的市场利率 好 所以就没有折议价的问题了 那X4年底 好 这张票据到期无利清偿本金 而且已经积欠了五十万的利息 好 那你千万不要说 他不是六百万吗 成长百分之八 一年的利息是四十八万啊 怎么会有五十万 不能他欠你五十万 人家欠你五十万 你说他说我先还你十万 可不可以 你跟他讲说不要 你要吗就还我五十万 要不然你都不要还我 会这样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拿回来多少 就先入贷为安啊 所以你不要问我说 因为有同学问我说 他不是六百万乘上百分之八 你也是四十八万啊 他欠两年也是九十六万啊 怎么会是五十万呢 没有这个问题 我就说了 他这个欠你 他先还你说 我先还你两万可不可以 你当然说好啊 有拿到钱中米 没拿到钱好 所以你就不要说 这五十万怎么来的 不要问我 因为他就告诉你了 他就是欠这样 好 那说呢 他就跟那个永南公司 债务人跟债权人 就做了一个修改债务的条件 如果例行公司呢 支付给第三者的债务协商 还有另外呢 因为做了第三个人来做协调 那费用是十万块 那协商当时候的市场有效利率呢 是百分之十 借款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十 那请依下列的条件来做 这两家债权跟债务员的相关的处理 分路 第一个票据延期到差九年底 利率降为百分之四 本金不变 那基欠的利息免除 啊 基欠利息免除 你不要想说 那就没有了 不是 我欠的债的面值还是有这个哦 只是未来我在算 利息的 我在算 现在是税子 我改成百分之四 好 未来我在算利息的时候 他说了 因为我的欠的金额就六百万 本来现在是欠六百五十万对不对 他现在说六十五十万就不用去算利息的 就当做没有这件事情了 意思这句话只是说我是六百万去算百分之四的利息 但是我现在欠人家的金额还是六百五十万哦 所以我在做我的债务有没有重大差异跟我承认债务整理利益的时候 我现在负债的账面金额就是六百五十万 因为很多同学说 他不是说免除利息了吗 那我们就六百万吗 不是的 免除利息他只是说 未来我在算 这个你要付钱的 付的那个利息的金额就按照 现在的本金就好了 你不用把利息算进来 这个概念有点像什么 我们在讲运收票据去贴线的时候 如果发票人不付款 好发票人不付款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 那个我们要把这个发票人付款给我的 所谓的贴线人 好那个 就银行好了 乘坐的银行 那我是不是要本金加利息 帮发票人付给银行 那未来我要跟发票人收钱的时候 就是本金加利息啊 好一样的道理 利息还是包含在里面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要先决定 他有没有重大差异 他有没有重大差异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是不是刚刚有讲了 他如果未来付款的金额 就未来支付现金的折现值 要按照原始的借款利率的折现值 相较于现在借款的 这个借款的 这个借款的 这个债务的账面金额 百分低于百分之九十的话 我就产生了重大差异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未来要付的金额是六百万 好本金不变 好然后呢 利率是降为百分之四 我要付几年 大批用 好 从现在是差四年底 所以差五 差六 差七 差八 差九 五年 最后我有五年 原始的借款利率是百分之八 再加到期五年之后到期的六百万 在负利限值五期百分之八的情况之下 直限在多少 我们先去算 未来要付 这个是他债务协商 延长他的借款期限 又降低他的利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金额是多少 你可以看你的 所以比较安全起见 因为我们第二次考试完之后 我们就会换下册 那这本书的下册 它没有负利限值表 可是我们一直都会用到 讲注令的时候会用到 所以你自己引印起来好了 要不然你就要带两本书 金当 所以我就会把它印出来 那因为我老花 所以我把它放大 好 看一下呢 百分之八 五年是0.680583 好 所以是六百万乘点五八 六零 六零五八三 六八零五八三 好 然后再来是六百万乘上百分之四 乘上我的年金限值 利率是百分之八 五期的话是三点九九二七一零 三点九九二七一零 所以是五零四一七一四八 也就是说我未来这个条件呢 在我原始借款利率百分之八的情况之下 它的限值 因为我债务修改之后的限值是五百零四万一千七百四十八 那我现在债务的金额是多少呢 我现在债务金额是多少 是不是六百 六百五十万 是应该我有债务的协商的金额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现在在做这个的时候 他是把六百五十万 是我的债务的金额去算 所以我差了一百四十几万 一百 好 减下 六百五十万 一百四十五万 八千 两百五十二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金额跟六百五十万 原始的 借款的金额 比较起来是差多少 如果有超过百分之十以上 除六百五十万 已经有二十二%了 好 二十二%多了 好 所以 他已经什么 大于百分之十 做了这件事情的目的干嘛 他有没有重大差异 有重大差异是我要承认什么 我的债务整理利益 好 那我们现在先决定出 我可以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那我要承认多少 好 看一下六百万 每年付四%的利息 要付五年 我借款这时候的 市场有效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十 十percent 所以呢 一样 我的六百万 五年之后的 十percent的折现值 百分之十 来算我这个负债 的现值 好 我先讲这个地方 这是两件事情 这个地方要做的是 我先决定 他有没有重大差异 他有重大差异 我才可以承认 利益 那我要 好 决定出来 好 你看因为 这个差异呢 我已经少付了 原始的负债的 百分之二十 了 所以还有重大差异了 所以我可以承认 债务整理利益 那我 债务整理利益 怎么决定出来 我为了要付现金的 借款当时候的有效利率 10% 我现在告诉你 不是原始的利率 百分之八 当我做债务协商的时候 我的市场有效利率 是百分之十 所以用十去算 他的折现值 好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六百万乘上百分之四 乘上十percent的 负利年金限值 是三点七九零七八七 三点七九零七八七 好 再来加六百万的 百分之十的 负利限值 五年 五期 五年期的 是零点六二零九二一 点六二零九二一 所以算出来是 四六三五 三一五 四六三五 三一五 好 所以 这是 我算出来的 折现值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要承认的债务 整理利益是多少 我现在负贷的金额是多少 我现在负贷的金额 是不是六百五十万 但是因为呢 我有一个什么 已经付了债务协商的费用十万块 所以我现在负贷的金额是六百四十万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可以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好 减掉六百四十万 所以我可以承认的债务整理利益是一千 一百七十 六万四千 六百八十五 这是我可以承认的利益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第一个我要先去做的是 我决定出来 他可不可以承认债务整理利益 可以 可以 那我们再来算 我可以承认的金额是多少 好 翻到那里去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分路 好 算完的 我说算出来的目的只是 因为我要写分路 好 那我写分路的时候 那我在想说你其实 好 看一下 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看看他有没有另外开票据给他 好 他这边只是讲说他修改了 票据延期到这个时候 好 所以你的写法呢 如果你没有另外开票 你这边呢 就写应付整理债务 我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债务出来 这个应付整理债务的限值是4635315 那我还了负债呢 票据是600万 利息是50万 好 所以我一个整理利益 176万4685 好 借贷方一定会不会平衡 因为我要负责现金 我是不是发生了一个费用 协商的费用10万块 这样借贷方就有平衡了 好 这是我们课本上面写的 在例行 好 这是债务人做的 就跟我现在写的完全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看债权人 那我们看一下债权人呢 他比较 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就债权来讲呢 因为我说债权人 他就是被迫去接受这件事情的 所以对他来讲 他的损失都是按照 他原始借款利率去算的 好 所以他原始借款利率呢 我们刚前面是不是有算了 他的运收整理债权 好 他的金额已经写 我们刚已经先算了 504万 1748 好 我们刚已经先算过 应该6% 18 好 我的运收票据是600万 利息是50万 好 所以我承认了我的 债权整理债权损失 当然如果他有 背离待账 他也用可以背离待账 好 所以他的金额是1458 252 好 这份录呢 就是我们课本上面写的 好 1458 25 250 我这边是252 我算出整 那个没有把它算整数 就这样而已 这是567 这样看懂吗 好 好了 同学已经睡得很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那个 就写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会去往下去讲 第一年 第二年 就是 现在是差5年底 那差6年呢 差7年呢 好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好 这里请你记得 我刚已经讲过 就 债务人来讲 未来他付钱的时候 都是还这个应付 整理债务 他都没有承认利息 应该是说 这个时候他会承认利息费用 因为慢慢把利息费用 把这个都垫起来 垫到最后他要还的是 600万加24万的5年 好 所以 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所以到时候他们是 还720万的现金 好 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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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